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每周360 时间 在这一期节目我们同样的会回顾一下 上个星期车坛发生的所有的大小事 第一只新闻 全新一代的 Hyundai Elantra 正式在我锅上市 售价$158,888 令吉 全新一代的这个 Hyundai Elantra 呢 它是从韩国进口 而且采用了第三代的 K 平台打造 所以它的车身重心更低 里面的空间表现也更大 而且重点是它采用了新一代的 Hyundai 的家族式设计 在引擎的部分 它采用了 Smartsteen G1.6 的自然进行引擎 采用 MPI 公油系统 至于变速箱呢 则是首次在 Elantra 车系上面看到的 CVT 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123PS 峰值扭力 154Nm 除了引擎跟造型的革新之外 新一代的 Elantra 在上面还搭载了 SmartSens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了带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和辅助 后方的自动紧急刹车 等等的先进安全配备 所以在目前的 C 车款来说 它的安全配备算是相当丰富了 Hyundai Elantra 是属于 C 车款 所以它在我国上市之后 它的主要对手为 Toyota Corolla Honda Civic 以及 Mazda 3 第二则新闻 本地的分析车预计 明年 Proton 会引进一款全新的旗舰房车车型 在 2017 年 被吉利收购了近半股份之后 Proton 在之后的 2018 年 2019 年 还有 2020 年 分别都推出了一款新车 而在明年会推出什么新车呢? 根据本地的分析师预计 明年 Proton 会推出一款全新的旗舰房车 根据之前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 吉利也会在 2021 年提供 Proton 一款全新的房车开售 这款房车是什么车型 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得到的消息就是 这款新车和这个 Proton S50 一样 会基于全新的 BMA 平台打造 它的定位很有可能是 C 行们 用以取代之前 Proton Private 的定位 除此之外 这款新车的引擎 也会和这个 Proton S50 共享 也就是采用这个 1.5 的 MPI 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1.5 的 GDI 涡轮增压引擎 变速箱没有意外的话 同样的也会是这个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根据之前本地媒体在彭亨州北干捕捉到的影片 有一台疑似 Proton 全新四门房车的车型 正在进行测试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款新车已经到了完成的阶段 因为他们已经在进行这个道路测试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相信在明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看到这款新车的上市 除了推出一款全新的四门房车之外呢 Proton 明年也会针对旗下的一些车款推出升级改款车型 包括了 Proton Iris 还有 Proton Persona 都会在明年推出 再度升级的版本 这个再度升级的版本很有可能会更换全新的变速箱 但是目前还没有消息主持这个全新的变速箱是 四速的自排还是全新的 CVT 另外根据市场的潮流 升级版的 Proton Persona 和 Proton Iris 也有可能会添加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所以以上的消息如果属实 我们明年最少可以看到三款 Proton 的新车 第三车新闻 Toyota RAV4 PHEV 进军欧洲市场 0-100 加速不到6秒 Toyota RAV4 是目前全世界最畅销的C-Segment SUV车型 所以 Toyota 一直都尽力推出全新的车款 让这个 Toyota RAV4 维持竞争力 近日这一个 Toyota RAV4 PHEV 版本就在欧洲上市 它除了一样采用这个 TNGA GAK 平台打造之外 还继承了原本就很大的空间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引擎 它采用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引擎部分是由2.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这个电动机组成 综合最大马力为302HP 根据 Toyota 官方公布的数据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不到6秒 在目前的同级车款中这样的性能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 除了引擎的动力非常出色之外 这款车的油耗表现跟碳排放表现都不错 它拥有同级车款最长的纯电动续航旅程达到了74公里 至于它的油耗表现 每1公升燃油可以行驶120公里 至于每公里的碳排放只是22克而已 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消息官方会不会把这款车引进我过市场 但是一般上相信这款车引进的机率应该会非常渺茫 第四则新闻 Mercedes-Benz GLA 大改款预告释出 即将在近期登陆我国 Mercedes-Benz GLA 是这个品牌旗下定位最小的SUV车型 它也将在近日登陆我国市场 因为Mercedes-Benz Malaysia 近日公开了一段预告 表示说这款车即将登陆我国市场 它和之前已经登陆我国的 AirClass一样 采用了全新的MFA2前驱平台打造 在车身尺码上面 比起上一代车型有所放大 所以新一代的 GLA 会有更宽敞的空间表现 也更为实用 至于在内装方面呢 它同样延续了这个 MFA 平台的车款特色 拥有两个巨大的触屏主机 还有五彩缤纷的气氛灯 所以内装给予人的科技感表现相当不错 至于在引擎方面 相信我国的 GLA 会提供两种引擎公选择 也就是 GLA 200 的 1.3L 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 GLA 250 的 2.0L 涡轮增压引擎 在 1.3L 的涡轮增压引擎上面 最大马力为 163HP 峰值扭力 250Nm 匹配的变速箱是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至于在 GLA 250 上面采用的 2.0L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224HP 峰值扭力 350Nm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两款车的价格如何 要等待官方正式发布之后 我们才可以知道它的价格 第五则新闻 东风小康 风光580 即将进军我国市场 售价不到 10 万令吉 又有一个中国品牌的车款 即将进军我国的 这个品牌就是东风小康 其实东风小康在我国之前已经有经营一些商用车的业务 而这次风光580是东风小康品牌 第一次在我国引进这个乘用车 这款车型是属于C-Segment的 是一款7人座的SUV车型 采用 1.5L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PS 峰值扭力 220Nm 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而我国手贩售的风光580是从印尼进口 因为目前东风小康在印尼设立了生产线 而这个风光580在印尼当地也是一款非常出色的 7人座SUV车型 因为它满足了当地的载人载务需求 另外呢这个东风小康风光580也有非常大的价格优势 虽然说这台车是一台C-Segment的SUV车型 但是预计它在我国的售价不会超过10万令吉 所以相信这台车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而原厂也为这台车提供了5年的保护期 同样的这款车也会在近期发布 正式的售价我们在发布之后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更新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款车的消息 请记得留守我们的网站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每周360的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把影片看完分享出去让大家看看 还有记得按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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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